大家好 我是李教練 今天因為有一點事情 所以比較晚一點錄 沒關係 講過了還是要做 Anyway 上次是錄一點點是因為頭痛 這次應該是 遲到了一點 就固定2跟5都會錄 上課的時候可能就沒那麼多時間吧 有時間在聊 沒時間的話就不會留言 也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因為常常有人打電話過來 問說上課時間 還有就是 最主要要問的就是 需要些什麼配備 甚至於上課的時候需要什麼服裝 都常常在問 因為畢竟 有的人沒有接觸過這個 他或許認為其他 你看像跆拳道 空手道 或者說其他的巴西柔術這些 他們都需要制服 柔術那些 包括摔腳 柔道 他需要制服 我們這個就是 很簡單 如果 像泰國的話 只要有一個短褲運動褲 就可以運動了 但你不能穿內褲啦 我曾經有一次去泰國的時候 自己突然間想要去那邊練 然後呢 住的地方又比較遠 那乾脆說 時間也回去的話會太 就是說 時間不夠 又回頭可能人家就快練完了 我說乾脆說好吧 那我就這樣練好了 我們穿的是那種類似運動的 就是 現在很多 很多像游泳褲那樣 那種內褲對不對 它是有點長嘛 我就覺得用那個練OK啦 可是畢竟泰國那邊他雖然說 你穿的短褲練OK 可是他只是一個內褲 他們還是蠻介意的 所以 後來他們想辦法 我說不然跟他買一條啊 他暫時也沒有 那他根據借一條給我 然後我就 也是泰拳褲這樣 就在那邊練 那我意思是說 我們練泰拳的話 如果你是初次練習嘛 也許前面我也講過了 你說我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我有說過 需要穿什麼服裝啊 怎樣啊 類似也講過 也許也講過 那可能有時候平時有跟學生講過 有詢問的時候有跟他回答過 我就怕說 這一塊的話 假如你聽到這個 那耳後的話 標題會做這個啦 初學者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些什麼配備這樣子 那 你就是 一般我們這個 運動的T恤嘛 對不對 那冬天你就長袖啊 夏天你就短袖 甚至於說 五袖 肉肩的這種 OK嘛 再一個就是說 你的運動褲 運動褲 你要很有彈性啊 對不對 穿起來 靈活性的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那種籃球 那種褲 但那個比較長了一點 它到膝蓋以下的話 踢的時候會受影響 它就不要那麼長 大概在大腿這邊對不對 就可以了 但穿內褲的話就不雅了 我們這邊有男有女在那邊 那所以最基本的就是一個 運動的 短褲 跟短袖 那就OK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就多戴 褲子是不用多戴 你就多戴個T恤 撕掉的話 尤其夏天常常流汗流很大 因為我們用 水是在 在道館是免費提供的 有RO水啦 就是經過的RO的 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戴杯子 個人的 水瓶也可以 最好是 飲料是最好是不要戴 我是建議啦 因為喝一喝也是喝不完 丟在那邊 也要處理這一塊 也許有的地方 那麼限制的比較嚴格 在運動的地方 水不能 就是飲料不能帶進去 也許你可以喝水而已 包括說 你有的地方那邊限制 你必須要有毛巾 對不對 萬一汗流在地上 這很 就很噁心啦 那 就是 運動 短褲 短袖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覺得頭髮太長 像男生 有時候你可以讓他綁起來 打拳的時候 他會 他會 甩來甩去對不對 這些 然後再一個就是 如果你自己有配備的話 你就跳繩 什麼都帶的OK 我們道館都有跳繩 那些都是免費用的 自己說 其他專業的東西就是說 你繃帶 如果你自己有 那就用繃帶 所謂繃帶就是綁手了 這個 那如果沒有 也可以幫你們去買 道館也會幫你去提供這一塊 你買 在別的地方 呃 泰國是沒有啦 我記得在別的道館 北部還怎樣 他們 甚至於說你借繃帶 借拳套 對不對 借禁骨的 護禁的 都要用借的 每一隊的話 他有大概借一次多少錢 這樣子 我們那邊就是 呃 有功用的 所謂功用就是說 當然他味道上就 不像你私人一樣啦 他衛生上 有時候汗流在上面 他有乾料這樣 戴起來可能會有臭味 而有一段時間會洗一洗啊 那拳套的部分可能就沒洗啊 那拳套的話用用 你洗一洗的話很麻煩 要把它晾乾 要曬它什麼的 好 但壞掉的都有修補啦 公用的拳套 好 最主要的你就繃帶 因為它屬於私人的 繃帶的話 自己買 你要在道館買可以 在別的地方買可以 但是有專業的話 就是要很長啊 綁起來是泰式的綁法 好 那個 這些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那拳套的部分的話 你初學的時候 你就先 先用道館的 它是比較有臭味 假如說你覺得 你不喜歡這種 不衛生的 想要用自己的話 也可以幫你買 但它從一個 我們所謂的一分錢一分貨啦 你可以從最便宜的 就初學練也可以 那當你練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 真的全套握起來 那個握桿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啦 我記得是 有 有那個學生 他們買國外的 國外的喔 不便宜啦 我們可能是 美金一百就可以買到 一般的那種 那個拳套可以用 他們那個名牌的 大概兩三百美金跑不掉 的確啦 握起來握桿打的那種 打擊的感覺真的是不一樣 不管怎樣 你初學者 你要練的話就是說 基本上你的水平嘛 對不對 你的 因為我們脫了鞋子在練啊 光腳練的 所以 運動鞋那些 沒有 短袖短褲 繃帶你買一買 其他的 都有功用的 等你 練到某種程度 或是想說 你想要真正的自己 想要對打怎樣 用自己的專業拳套 可以再購買 包括護鏡 護鏡是他可以保護這些 都可以 頭套啊什麼 你自己都可以去買 道館都有這些功用的啦 這是最基本的 好啊 如果說你是初學者 都沒有概念的話 大概這些是最 最基本的必備的啦 那我覺得說 有的時候 因為現在科 科技時代嘛 大家都 時間就金錢啊 有時候先打電話 畢竟不管怎樣 我是覺得說 真的要去看一看 到現場 因為電話裡面講 或者是說 人家寫出來的 你看到的 要自己真正的去 現場看一看 有時候適合自己 是不是可以練 怎樣 好啊 就是大概這樣子 那還有一點 我在這邊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呃 有的人他買了全套嘛 還有護 護甲啦 什麼一大堆的 那買了以後呢 有時候 帶來帶去很麻煩 道館是有一個地方 專門給 給大家放了一個 私人用品的區域啦 但是呢 現在漸漸感覺到 東西一多 就很凌亂 亂丟 那最主要一點就是說 曾經啦 曾經東西有丟掉過 丟掉的時候 當時我是沒注意到啦 他這個東西放在那邊 說實在的 當時放的時候就 就 沒有說 保證會怎樣 因為 人來的很雜 啊 他背著包包過來 有時候他裝東西 裝就裝走了 這個很難去 控制啦 但我沒有攝影機在那邊 可是一旦發現了以後 馬上可以追 追查OK的 那 重點就是說 曾經有人 我也見過那個手套的 他隔了大概好幾個月的過來 就手套不見了 他說真的 後來也查不出來啦 總之就是說 但是 其實是知道啦 包括說 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的這個護檔 那時候是放在房間裡面 就某人啦 把他拿去用了 拿去用了以後就占為己有了 我也知道這個人 用這個東西 他拿走了 可是就沒有歸還 這種也許有時候忘記掉 不管怎樣 不是自己的東西 盡量是 不要去拿 再一個就是說 你要拿 要告知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做人的原則啦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有的人他 既放在那邊 他拿走的時候 就直接拿走了 我是覺得 像這種東西 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你放在那邊 要拿走的時候 好 就 講一下 我的東西拿走了 我不放在那邊了 如果說 當然啦 你這個手套的話 你本來練習嘛 練習不放在那邊 你直接放包包 拿走OK 有的時候 護鏡啦 包括拳套啦 頭套啦 什麼一堆的 你拿的時候 也要跟教練講一下 這是最基本的做人的禮貌 你那時候拿也不講 拿走了 也不知道怎樣 甚至於說曾經有人 他來拿東西了 不跟我講 叫某人幫他拿 蛤 我覺得這個 我們現在年輕人做事好像 就是這種程序上 不是很好啦 所以也許未來 我可能就是直接 東西不要放到管啦 因為 不是說因為拳套很多 我都覺得很多 也不是為了大家方便 專門設了一個地方 在那邊 可是重點就是說 放久了以後 包括這種管理上的問題 包括你拿東西 也禮貌上的問題 對不對 還有再一個就是說 東西放的很凌亂 設備好的東西 它可能沒有掛好 直接丟在那邊 所以未來可能就 像放東西這一塊 慢慢的 直接把它撤銷 可能就不要放那邊了 私人就拿回家 那可能是 往這個方向回去做啦 好吧 今天因為 就是有點遲到 講 有自己私人的事情 所以今天還是錄了一些 只是稍微講一下說 新人過來 我們要大概準備哪些 大概這樣就OK了 當然水瓶這樣 我們都提供水嘛 就是繃帶啊 拳套 到時候你真正練習的時候 再增加就可以 當然繃帶是一定要的 拳套的話 先用共用就可以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就聊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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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